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時曾經 我是運達投顧陳時輝 今天8月2號禮拜五 今天整個盤面受美股的影響 目前大跌了800多點 首先我來帶大家看一看 這個盤我們究竟要怎麼樣影響 今天一早我給惠遠的call訊 告訴大家 當然昨天美股大跌大家都知道 今天台股會承受比較重的賣壓 但是我告訴惠遠 如果出現較大的跌幅 大家不用太緊張 我在最近的節目中都說過 目前的指數你要視為打底足底 尤其是昨天大漲 我還是這樣講 所以你目前在這裡的操作策略 就是不要追高 個股你逢批 你逢低可以分批布局 當然大家很關心之前的21833 今天跌破了 究竟這個盤面我們要怎麼樣看 我先從上個禮拜五這一張 上個禮拜五大盤第一天 是不是也是破底 我告訴大家 第一個季線往上 季線是向上的 所以基本上即使它跌破 還是有利大盤直跌 然後第二個重點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跳空缺口 這裡這個跳空缺口 它還是會有技術上的整個支撐力道 今天我告訴大家 我也告訴大家 大漲的時候大家要注意 不會一飛從天 那現在跌下來了 我也是告訴大家 在這裡這個是一個短期 比較強力的直升區 在這裡基本上除非它整個再出量 整個直接灌破 否則大家在這裡也不用太悲觀 當然我最近一直強調 其實這個盤你還是要先以整個止跌 然後在這裡阻底來看待 在這個過程當中 基本上其實是應該要量縮的 那今天整個量4800多億 那我也講過大體上要在4000億左右 或是4000億以下 那前幾天確實有量縮 那今天量一出來 量一出來其實就表示什麼 表示賣壓又出來了 那所以大盤繼續在這裡 一樣做徹底阻底 好 那整個 其實整個 從7月中整個盤面的追蹤 其實你看我節目也好 你是我Light的好友也好 其實當今天下跌的時候 你不會太緊張 就好像我剛剛給會員的抗訊 我相信我會員朋友們 大家在看節目 大家也確實不會太緊張 我告訴大家今天會大跌 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昨天大漲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太興奮 一切在這裡你就是要正確地去解讀這個盤 昨天追高的當然你今天就會緊張 昨天你認為它就會整個反彈往上跑 那你當然今天就會緊張 那如果說大家還記得 我在這裡就是告訴大家 在這裡上 就是在這裡做上下 你今天不會太緊張 確實 當然我們每一個 在股市裡面的朋友們 大家都要重視股市所背後的一些風險在 但是你就是要好好的去解讀這個大盤 自然你就不會去做過度的反應 甚至我今天還是要告訴大家 成功者在這裡 其實在尋找機會展望未來 那基本上剛剛我也講過 只要這裡 那大家都不用再過度沙地 好 那整個 整個盤從包括 7月16號我開始提醒大家 過這裡指標整個過熱 離極限也很遠嘛 它要做下修 包括7月19號 我還提醒大家還沒跌完嘛 好 那現在下來了 在這裡我會建議大家 基本上在這裡 它會有一個比較強力的支撐 那雖然今天整個盤面 整個盤面是大跌的 跌了 現在又跌下來了嘛 但是大家不需要過度的恐慌 也不需要過度的做沙逼 但是要切記 切記我昨天告訴大家的 昨天嘛 8月4號 昨天是大漲的對不對 昨天我在下午還是繼續 你看我還是繼續講 還是提醒你 大漲不追價 但是回黨 其實你要趕滿 大家能要注意 大盤要一飛沖天並不容易 最有可能的還是在這個 做上下震盪打底 尤其是手中套牢的股票 你要利用反彈的時候逢高減碼 尤其是你在極限以下的股票 也就是說整個盤面 你如果懂得在這裡做適度的解碼 其實在這裡是減便宜嘛 對不對 那這裡當然我們並不去預設 大盤究竟會怎麼樣 我們不預設立場 但是在整個相對性來講的話 你懂得在24,000點賣 現在回到跌了2500點左右 你再回頭進來分批的買股票 你不會緊張 很多股票其實都已經跌一段了 那當然我昨天也交代大家 進場的股票 你如果進場買股票 你自己要很清楚 一種是你可以在這裡做長線分批布局 另外一種你是強反彈的話 那個你要分得很清楚 長線布局你就分批進場 但是強反彈的你手腳就要快 操作手法要不同 但是大原則都一樣 大漲不追價 回黨要趕滿 也許你是不是要問我 怎麼今天還在測標上面還是無懼 我一再一再的告訴大家 無懼不是因為盤每天會漲 所以我無懼 無懼是你要盡量的 精準的去解讀大盤 當然我剛剛講過 我們不預設立場 但是你要做精準的解讀 做精準的解讀 自然你就懂得在這裡做調節 我也不會講在這裡我把股票全賣光了 但是我確實有做大部分的調節 所以在低檔的時候 我會帶會員分批做進場 所以在這裡還是提醒大家 整個盤面雖然今天大跌 但是你要當成功者在這裡 其實你要展望未來 是要展望未來 雖然你手中的股票 也許已經套牢了 一樣可以展望未來 這個盤不會一直跌的 就像我之前告訴大家 盤不會一直漲 重點是你如何去抓住這個脈動 當然你不懂得抓住脈動的 我們歡迎大家隨時一通電話跟著我 或者說掃瞄一下屏幕下方的QR Code 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好友 你可以掃瞄這個QR Code 或是用ID搜尋GOLD 三個五 三個八 基本上我在節目中常會秀 我在Line上面的嘛 就像我剛剛講的 7月16號確實啊 你是我的Line好友大家都知道啊 7月16號指標過熱 台股要進入修正了嘛 對不對 7月16號嘛 然後 7月19號 我又告訴大家還要小心嘛 對不對 7月16號的時候我告訴大家 台股要修正嘛 我也不會吹牛說我一下子就預設它會修正到這裡 但是你懂得它要修正你就會做解碼嘛 是不是 我們不預設立場嘛 但是一觀察盤式 7月19號我還告訴你這裡還不能接嘛 這裡盤還要小心嘛 是不是 那這些呢 我在Line上面都有明擺的 明擺的告訴大家我的看法 也確實啊 這一波是不是整個 整個往下回跌也確實我們 基本上在這一波算是相當精準的去解讀這個大盤 那接下來我們整個的看法一樣不變 在這裡整個盤面 在這裡儘量下個禮拜開始還是儘量 整個盤面還是要亮縮 然後做主底 那在主底的過程當中 在底下的過程當中 大家不要過度殺低 但是彈上來 大家要記得手中泡腦的股票 要逢高減碼 你逢高減碼之後你自然盤跌下來了 你不會害怕 你不但不會害怕 就像我告訴大家的 你是展望未來在尋找機會 所以我今天在車標上面 我也告訴大家 是不是 在這裡你是可以尋找機會的 那當然怎麼樣做尋找機會 我也一直告訴大家 無懼不是傻傻的帶著鋼盔往前跑 無懼你要做得到 你要精準的先解讀大盤 解讀大盤之後我們再來做個股的處理 今天花了很多時間來告訴大家大盤 主要是因為在這個盤式底下 當然大家要先能夠好好的掌握住大盤 然後在手中的股票我們做好好的做資金的規劃 然後在這裡整個盤面在這裡做打底的時候 好好的調整你在股市的操作策略 這個時候你能夠調整腳步 其實未來你就容易當贏家 我們常常講底部要敢買 但是底部通常你回頭過去看 你都是不敢買的 大家都是非常悲觀的 在這裡告訴大家機會 那包括像我之前告訴大家的8011的台通對不對 那台通 我也不是告訴大家在這裡要追啊 我是告訴大家它回跌下來的話你要多注意 對不對 逢低買 逢低買的話你今天還是不會擔心 這個就是所謂的佈局 那在這裡其實機會還是很多 那我在節目中前幾天我也公開操作 我也公開地告訴大家 我有買系統對不對 7月31號前兩天我有買系統是不是 2363的系統 我在這裡買的嘛對不對 73塊嘛是不是 逢低買你不會有問題啊 那當然你要做到這些的話 你還是要真的 你要去精準的去解讀大盤 精準的去解讀目前股票的脈動在哪裡 好那現在也許你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也許你現在空手 或是說你整個股票已經都殺出去的 你現在也是空手 那怎麼樣去尋找機會 下半階段我還會告訴大家 在這裡整個盤面底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尋找好的股票 而且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去選擇好的進場點 好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歡迎你下階段再回來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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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整個大盤目前大跌了900點左右 當然在背後大家都很關心 尤其是美國那邊 美國英代爾目前的狀況是大跌的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包括我們F4裡面占全值最重的兩檔股票 台積電也好 鴻海也好 其實他們關係最大最密切的 反而是包括NVIDIA 輝達以及蘋果 這兩檔目前在昨天從美股來看的話 其實這兩檔並沒有什麼跌幅 所以這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當然整個盤面我們在這裡講過 在這裡做上下徹底 阻底 這個都是正常的 重點是很多股票 你就不要去過度的追高 像我剛剛講過的8011的台通 你如果在這裡買 有沒有 我那時候是不是告訴大家 你在這裡買 大盤大跌你不會太緊張 很多時候其實你在做股票都是這樣 包括6139的雅翔都一樣 是不是 你只要低檔買都OK嘛 那當然很多股票其實我一再強調 很多時候好股票你要無所畏懼 但不好的股票你就要戒身恐懼 那這個好跟不好的戒毒 其實會讓你虧錢的就是不好的股票 也許它是一個好公司 但是因為你股價買的不好 它就變成不好的股票了 那其實現在盤跌下來的 很多好公司它就是你的好股票了 尤其是我一再強調的 你就是要低檔做布局 像剛剛講的台通 對不對 那包括我們進場的系統 對不對 雖然今天小跌 但是我們成本低 所以還是有小盈 好 那接下來其實還是有一些股票 還值得你可以多留意 像剛剛我們講過的雅翔 像包括其實電力概念股 當然有一些大家會解讀說 有一些也許它的本利比稍微高了一點 那像1514的雅力 我之前也告訴大家 在這裡它有可能要做回檔 因為什麼 因為它乖離太大 好 那它現在回到季線了 在這裡季線 如果在這裡足底的話 你再來尋找機會 也就是說很多股票你高檔要懂得賣 就像我剛剛在解大盤一樣 你大盤在7月16號的時候 你要懂得調節 你7月16號懂得調節 你自然你跌下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太緊張了 你自然就會像我們一樣 現在是在尋找機會 我們剛剛講到陽華 當然陽華現在基本上它的重心 都已經轉移到積電事業 它過去當然積電事業占的比 沒有那麼多 觸控比較多 但是今年第一季 積電已經占了大概八成以上 它主要的機鏈是做電纜中端甲跟接續甲 也就是說電纜線 只要需要電纜線 要拉線 尤其是重電的拉線 基本上都需要中端甲或接續甲 這些我之前也一再地強調過 台電的強氧電網計劃是十年的計劃 是五千多億 六千億左右的計劃 這些商機都會在 那再加這個就是陽華的接續甲跟中端甲 再加上其實它的第二季業績很好 是不是 它第一季賺多少 賺一塊多 第二季業績又更好 目前股價60塊附近 本利比也不高 雖然有一些積電的龍頭股確實 目前你感覺起來本利比高 但這檔不會 它的商機卻是一樣 只要你用得到重電 你需要拉線 拉線就需要中端甲或是接續甲 所以這些當然很多時候 我們在股市裡面 我們要去做一些精準的解讀 也許大家會看都同一個概念股 但是其實它的整個產品線 整個的需求端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差異性 這些差異性你好好地仔細地去做分析之後 你就會看到某些機會點就在那裡 好 接下來我之前也講過 8033的雷虎 它的第二季業績也是很好 它預計在8月8號董事會的時候 它會通過第二季的季報 最重要是其實它毛利率很高 而且不是一季的毛利率 是它基本上它逐季的有沒有 去年下半年 去年的第四季就已經是40%以上 再40%左右 國防部的標案 這個是板上丁丁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標案大概70億左右 雷虎在6款標案當中送出5款 而且參與標案的就國內4家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分得到 好 如果它分得到的話 雷虎40%的毛利率 而雷虎本身基本上它的股本14億多 大進步是不是 那再加上政策上也支持 賴總統在副通通的時候 他就講過我們2030年整個無人機的願景 國內產值400億 他也講過對不對 這些就是政策支持 雷虎也要10月份到美國去展覽 那這些商機如果說它拿得到訂單 那又高達40%的毛利率 本整個股本又只有14億 是不是 只要一拿到訂單就是大進步 所以在這裡其實很多股票 慢慢地形成一些機會點 這個就是我今天雖然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昨天大漲我叫大家要小心 叫大家不要追高 今天大碟我來節目中告訴大家 你的機會點在哪裡 但是從股市的歷史來看就是這樣 贏家都是領先的 你回頭過去看很多股票是不是 包括當初亞利這個重電股 你在這裡我們是買在這裡對不對 110在哪裡是買在底部嗎 為什麼能買在底部 大家回頭過去看股市的歷史 高點都是大家非常樂觀非常興奮的時候 那反而底部大家都很害怕 甚至很多人是殺在底部的 但是我今天卻來告訴大家 目前雖然大盤大跌 但是我是來報喜的 我是來告訴大家機會的 而且確實啊 很多時候你想要買在低點就是這樣 那當然很可惜的 很可惜的就是 基本上你在這一波沒有跟著我在這裡調節股票 而且一路上我們沒有胡亂的加碼 一直到底下 你當然你就會覺得這裡真的是機會 那你想掌握這些的 現在其實股市天天開 隨時都有機會 那我們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進來 跟著我來做佈局 或者我們掃描屏幕下方的QR Code 我在Lite上面也都會告訴大家 我對整個盤面的看法 歡迎大家都能跟著我們 真的在底部做佈局 真的未來當一個贏家 那在這裡鼓勵大家 那也歡迎大家當然一通電話 來跟著我 那我們一樣近期還是推一加一專案 不管你是來跟著我 或是說什麼我們屏幕下方的QR Code 當然我的Lite的粉絲也好 都非常的歡迎 那在這裡也預祝大家 下個禮拜都能操作順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第五 special 九龍